後面的背板完整的呈現了這十四次的訪談紀錄 北市可踢十七十八地上全案延燒 民眾黨跳出來開記者會 秀出十四份訪談紀錄 其中一份寫著原大人壽 但現在卻被當事人否認沒談過 關鍵會議主持人 前北市副秘書長林玉紅 前一天堅持市府官方紀錄為主 隔天乾脆跑給媒體追 因為會議簽道表曝光 原壽有兩名代表簽名 反而是林玉紅本人沒簽 被質疑難道不敢背書 而原壽三十號下午再發聲明反擊 堅持當天下午四點 市到市府討論內湖數位內容創新中心BOT案 會議當時應有簽到 但並未留意簽到部上頭記載 事後也未曾收到會議記錄 簽名說當時的那個會議的表頭上面 沒有是空白的 他們簽了以後不知道原來是被張官李戴 我沒有從目前所掌握的各項證據 看到跟基層辛苦的公務人員有什麼關係 講YNT市府公務員背書 但進一步檢視原壽訪談紀錄 跟同樣是壽險公司的新壽一筆 原壽會議地點空間小很多 就連市府代表也不同 更少了市府委託的顧問公司出席 兩邊層級差很大 都已經知道要把地拆開了 那現在又跟原大談 這個不也就是一種過場嗎 因為早在一百零一九年十一月 北市府就接受新受提議 三基地分拆招商免投資計畫 隔天還以此排版 十一月十一號 星光仁壽所建議的分開招標 跟免投資計畫書 就拍定了這件事情 星光仁壽還說 如果三塊地分開招標 那我還要再考慮一下 我想請問這白紙黑字寫的東西 請問議員是哪裡看不懂 究竟有沒有厚此薄筆 原大人壽是否出席北市科會議 雙方沒交集 依舊迷點重重 三粒新聞黃成波 讓我們軍營小組綜合報導